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跟榮子木接触的时候 张银跟我说过一句话叫 《只为自然的你而来》 我是被这句话感动了 我觉得它在一个服装设计的过程中 关注的不是美而是自然 从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和我对空间的认识是非常相同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解决的第一个功能上的问题 就是能让空间看上去更有节奏和层次 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 可能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都在追求看上去很美 第二个阶段 当我们知道一个空间它需要功能 需要去和人产生关系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是用上去很舒服 实际上我现在努力在去做 能不能让一个空间看上去很安静 能不能让一个空间看上去很安静 用上去很舒服 感受上去很美 其实一个好的空间一定是要和艺术相关的 艺术让人变得安静 然后艺术也会让人变得能去思考 董明老师他觉得马是他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和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认为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的 我觉得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 又是和我的想法是契合的 我觉得我的空间 当我做完以后 他就是他自己 而且他散发着他自己的气质和精神 我们在时间上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年代里面 我是一个80后 但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80后 我觉得这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一个符号 或者是一个框架 我喜欢和年长的人和年轻的人在一起 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片子拍摄的过程中 我会找到像孟非一样 90年的导演来拍这个片子 我也会找到董老师这样 给我年长的大哥来去分享他的艺术 然后我觉得这样我自己才不会活在我自己的年代里面 不是惯性设计的奴隶 不做审美趋势的复用者 不忘初衷紧随梦想 我是崔树 我在寻找自己的路上不止步 我在寻找自己的路上不止步 前面